1985年后,我国由七大战区改为五大战区 每一个战区都非常的强悍 战斗力那是刚刚的 单独拉出来一个都有对抗军事强国的能力 特别是这个战区 美军回忆起来至今都心有余悸 胆战心惊 那么这五大战区到底有多厉害 他们肩上又担负着怎样的重任 有时哪个战区让美军胆寒呢 今天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话不多说,直接开讲 还请新来的朋友长按点赞加关注 以便浏览往期精彩视频 2016年中央下达指令 撤交了在1985年合并的七大军区 调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战区 分别是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之所以改变成为五大战区 改变的不仅是数量和区域 还有职能上的转变 不仅能够提高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 还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这五大战区的兵力达到了200万 一级战备状态一旦启动 那么就完全可以调动1000万兵力 随着我国的发展各方面都遥遥领先 不仅是在经济上文化上 更是在军事上的发展突飞猛进 这五大战区将空军陆军海军火箭军等多个军种 都全部整合在一起 作战能力那是港港的 相当巴塞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南部战区 南部战区下辖领导和指挥 广东 广西 海南 云南 湖南 贵州等六个省 以及香港澳盟的所属武装力量 南部战区是我国成立时间最短的战区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守护我国西南部的边境舰 因为周边都是一些小国 所以没有什么纠纷 南部战区是非常安全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南部战区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可别小瞧它的实力 南部战区管辖的海南舰队 是实力最强 防御海域最大的舰队 可以说是相当的先进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空中力量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 也是十分的强大 拥有最先进的战机 能够轻轻松松的覆盖东南亚 太平洋的所有目标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北部战区 北部战区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 在我国的最北部 涵盖内蒙古自治区 山东 辖区包括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东面与朝鲜半岛接壤 北面与俄罗斯接壤 西面则和蒙古国接壤 可以说地处位置十分重要 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 但是实际上是波涛汹涌 所以北部战区的责任 还是非常重大的 北部战区配备着强大的海陆空三军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很强大先进的武器 所以北部战区的实力 可是很厉害的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下架领导和指挥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上海等六个省市的 所属武装力量 东部战区的实力是很强大的 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比较靠近太平洋 所以如果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位置是非常脆弱的 是最容易被入侵的地方 所以东部战区配备了 非常先进的装备 另外一个就是西部战区 西部战区是五大战区里面 管辖面积最大的战区 分别管辖着西藏 青海 新疆 甘肃 重庆 陕西 宁夏 四川等八大地区 西部战区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擅长高原山地作战 所有铁血熊狮 山地铁拳的称呼 另外我们大家都知道 西部战区与印度 阿富汗 巴基斯坦接壤 在这漫长的边境线 当时印度非常的嚣张狂猛 我们的西部战区 小动作一动 印度那可是服服帖帖 瞬间不敢吭声了 所以西部战区可以说是 克服了种种困难 战斗力可谓是 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最后一个战区就是 中部战区 中部战区下架领导 和指挥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陕西 山西 湖北等七个省市 司令部设立在北京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祖国的心脏 中部战区的力量 也是极其强大的 其中就有原解放军 38军 38军是抗米援朝时期 著名的万岁军 很多人也许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38军被称为万岁军呢 因为38军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 扭转战局 还创造了人类轻步兵的奇迹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军的炮火是相当厉害的 在阵地上 美军就想要凭借着强大的炮火优势 来取得胜利 甚至就连山头都被削低了一米 即便是这样 我们的战士们也没有丝毫的退缩 在战场上应有杀敌 在很多战役中 力挽狂澜 一血前耻 彭德华总自领得知后 写了一封电报祝贺 电报的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第38军万岁 万岁军由此得名 所以万岁军的名号 也就响欲全球 万岁军也是敌军 闻风丧胆的存在 提起来都不愿意回忆 甚至就连美军都说 38军创造的奇迹 估计以后在地球上 再也不会出现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朝鲜战场有多么的寒冷 我们的战士们都穿着单衣单裤 到了晚上 朝鲜甚至都达到了零下40度 即便是如此 我们的38军冒险严寒 还急行军了140公里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交通工具 只能靠着自己的双腿 去追赶敌军的汽车 尽管如此 我们的战士们也无惧严寒 在敌军赶到前抵达阵地 还成功地打败了 拥有坦克大炮的敌人 一位美军老兵 在很多年之后 还在回忆长津湖战役 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我们的志愿军 也是相当的佩服和胆怯 他说 他们都没有鞋和袜子 许多人只穿单鞋 其他人的脚则裹着破布 他们的脚都冻僵了 又肿又黑 很难相信 那些人还能走路 更不用说 还能向面前的阵地 发起进攻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这场仗是打不赢了 朝鲜战争 我们取得了胜利 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国人的力量 这场战争 也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 他们也彻底见识到了 我们的厉害 所以38军 真的是精锐中的精锐 王牌中的王牌 另外中部战区的 元27军 也有着非常悠久和光荣的历史 直接就追溯到了 红军时期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 中部战区 还有装备优良的空降兵部队 这个空降兵部队的前身 是空降15军 还有这千岁军的美誉 在朝鲜战场上 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以上就是我们要说的五大战区 我们的五大战区 都是非常的厉害 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的五大战区 都有一个共同目的 那就是 捍卫我们祖国的领土安全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自古以来 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任何一场战争 都是被迫发起的 我们从来不会主动 去欺负别人 但是也不惧怕别人的欺负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正所谓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视频的最后 还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们大家都能够 和平相处 共同发展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积极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 加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评论